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让我们这段时间 借着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一起来灵修 我相信在灵修当中 上帝的真理的道 栽种在我们的里面 引导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 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 阿们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到二十节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挟制 食物是为度负 度负是为食物 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身子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子 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 也要用自己的能力 叫我们复活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 作为娼妓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 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因为主说 二人要成为一体 但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你们要逃避迎刑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营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垫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 荣耀神 基督徒的身体 是一个圣灵居住的所在 圣经说 这是圣灵所在的殿 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身体 是一个敬拜神的所在 当我们信主之后 这个身体不再为自己的效力 乃是为神来效力 我们有吃喝的需要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所探讨的淫乱的问题 也是在身子上得罪自己 得罪神 所以今天若是我们 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知道圣灵居住在我们的身体 这是我们荣耀神的管道 那我们整个人的生命 会成为一个自由的生命 保罗在这里 十二节告诉我们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样 我总不受他的挟制 这是一个何等自由的一个宣告 保罗让我们知道 除了那些明显的 圣经讲道犯罪的事之外 我们基督徒是有所选择的 很多人会提出说 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 可不可以抽烟 可不可以喝酒 可不可以跳舞 可不可以看电视 可不可以看电影 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其实圣经里面 并没有把每一个 我们会遇到的生活的选择 都列出来说 这个可做 那个不可做 但是他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 除了那个明白的 得罪神的事之外 我们是有自由的 你是自由的人吗 当你在问说 我可不可以做这个 可不可以做那个的时候 你已经把自己 放在一个奴隶的位置上了 因为你只是等着主人告诉你 什么可做 什么不可做 所以我们是自由的人 自由的人选择让自己的生命 能够荣耀天父 我们是甘心乐意地把自己 当作一个神的仆人来服侍他 所以我们的自由 是在神给我们的 自由的意志之下 来选择荣耀他 在我们这样的认识之下 你就知道 食物是为了让我们身体得到健康 我们可以操练尽钱 我们可以吃 我们可以喝 但是呢 我们不要受他的挟制 也就是我们能够有节制 我们可以吃 我们也可以不吃 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问自己 我有没有受到他的挟制 例如我们现在在操作的事情 本来是一件好事 你可以看电视 你可以看电影 你可以有许多选择 但是当你身陷其中 你无法自拔的时候 那就变成一种牢笼了 主不要我们做一个奴隶 主要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 所以他说 食物是为度负 度负是为食物 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掉 身体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 主乃是为身子 所以既然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就活出荣耀复活的生命来 感谢主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身子是荣耀神的器具 让我们远离那与仓祭合在一起 那一个淫乱的行为 那是败坏自己身体 过去哥林多教会 有许多人有这样的习惯 他们脱离了这个败坏 他们进入到与神合一的境界 愿我们也用圣洁来保守我们自己的身体 让我们与神合一 让我们在婚姻当中与妻子丈夫合一 不要与仓祭合一 因为与主联合的 就是与主成为一灵了 保罗在这里特别在提醒我们 一定要远避隐行 各种的淫乱的行为 婚姻之外的性行为 都不是造就自己身体的 因为他说 人所犯的不论是什么罪 都在身子之外 唯有行营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 在这里就回答了许多人的问题了 求主保守我们十分的圣洁 愿神祝福我们 阿们 感谢主保罗在婚姻的关系 信的圣洁 以及我们这个人如何运用我们在基督的自由 都一一地在这里教导了我们 让我们明白地看见 我们的身体是可以拿来服侍神的 过去也许我们在犯罪当中 我们与世俗沾染 我们有属世界的行为 我们觉得自己误会 我们觉得自己软弱 我们自己难堪 但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 我们如同新造的人一般 那么我们就把自己的身体 献上当作活祭 成为圣洁的 成为可喜悦的 这样的敬拜 是上帝所喜悦的 好 在这里呢 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远避隐行 人所犯的不论是什么罪 都在身体之外 唯有形影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 这里特别教导我们 因为有许多人都说 两情相悦 我们在私下所做的事情 只要我们彼此愿意 我们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为什么不行呢 这是世俗人的认知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的身体是被造来荣耀神的 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之下 信是被祝福的 因为他有很多的恩典 可是当一个人错用了信 就得罪自己的身体 不仅得罪自己的身体 也得罪了对方 让我们这个圣灵的殿 得到受到的玷污 因为我们的身子 老实说 不再是属我们自己的 是主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 一个真正属耶稣的人会明白 我的吃 我的喝 我的身体上所做的一切 我都要问自己 能不能荣耀神 荣耀神是我们被造 起初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被造是要来荣耀神的 请问在你的身子上 你荣耀了神吗 你问自己现在在做的事 不论是饮食 不论是娱乐 不论是人际关系 你是否做这些事情 是有益处的呢 你是否在这些事上受到挟制的呢 本来一件好事 但是你依附于它 越陷越深 就变成了一种挟制 不自由 主不要我们做一个不自由的人 愿主释放你 成为自由的人 你做这件事情 是为自己还是为主呢 这就让我们有很好的选择的空间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做 但不一定都有益处 我们在做的事情 你是否受到挟制 若是已经受到挟制了 那就要在主的里面 来断开这样的捆绑 使我们天天都成为自由的人 记得我们最终的目的 是要在我们所做的事上 所说的事上 我们一切的选择 或一切的不选择 都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保守我们的言行 保守我们这个人 十分的圣洁 过去在世界里面的行为 现在不要带到 你现在的生命里 因为你是属耶稣的生命 愿上帝祝福你 愿上帝祝福我们 让我们的生子 是一个荣耀主的圣殿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为每一个 今天参与这个灵修的 弟兄姐妹祷告 世俗的世界 有各样的引诱跟试探 连主耶稣你都受过试探 但是我们感谢你 你胜过的世界 你也带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若是我们当中 有人在情欲的世上 受到的捆绑跟挟制 愿主释放我们的自由 愿主帮助我们分别自己为生 若是我们当中有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以及骄傲的 主啊都求主帮助我们 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来荣耀主的名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让自由成为我们 生命最美的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